说一下呢 今天市场有很大的这种风险 就从指数来讲呢 我们刚才讲的调整其实很正常 因为昨天这个拉呢 就有一些呢 找不到特别有利的依据 那今天呢 就会出现一个回调 考验下挡的支持 考验投资者呢 要有个跟进的这个需要 第二个呢 今天因为还是有日点的切换和轮动 所以呢 对指数呢 也有一定的抵抗 所以呢 表现为指数方面呢 并没有特别大的回调 至少呢 昨天的涨幅跟今天的回调来比 还是有所收获 对吧 这个看起来好像昨天跟今天加在一起呢 是做了一个小赚的买卖 对吧 假定昨天跟今天比 但是呢 它的不最对称的地方 或者系统性风险 冲击到弱势的地方 你就会导致呢 其实算到你头上 你这账可能就算不过来了 就算总账 好像昨天涨的这根阳线今天呢 并没有被上古的调整所吞没 还是赚了一点的 但是呢 说到具体的方向 说到具体的词仗上面 那这个呢 差距就非常的要两缩了 对吧 我们看今天调整的方向里头呢 像水泥建材 工程咨询服务 中药等等这样一些 这个幅度从分行业指数来看 这跌幅就不小 3% 百分之二年级 对吧 这是一个风险 就是你如果是这些类型的 那本身呢 就有风险的问题了 行业板块的跌幅不行 第二个呢 看一下全市场的涨跌比 对吧 涨跌比的差距呢 还是蛮大的 初算呢 应该是多少 1000加多一点点的上涨 然后3500加的这个下跌 这么一个比例 5比18的样子 5比18的样子 所以呢 从个股涨跌比来看呢 今天都是普跌的 对吧 如果昨天市场没有太多表现 今天还跌了 那马上这仗也算不过来了 最后呢 再看今天的跌幅榜前列 今天的跌幅榜前列呢 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比较弱的 就说明什么呢 这种下跌过程当中的反弹 通常只能在热点和资金的 关照的方向上面的游走战获 对多数的品种来讲 可能就是涨没法 但调整呢 你就跑不了 这就是晶片市场呢 从细分结构上面呢 它风险还挺大的 跌幅前一板 这跌幅就去到百分之六点几 百分之七了 这幅度就不小了 下跌超过百分之五的 到五间 跌幅已经稍微缩小的背景之下呢 它依然有两百四十多强 你想想一天跌百分之五 这沙沙力还是挺大的 它可能是昨天也跌了 反正五今天又跌 所以目前来看呢 从个股的角度来讲 就还是风险很大 所以我们不认为说 现在从个股的角度呢 已经是安全了 如果说趋势不对头 股指不对头 这些品种 还是早做处理为好 现在这个水点看起来 已经错过了一次两次三次 起码得有四五次了吧 但是呢 依然 我觉得 汉依然是值得去认错的 如果你觉得下不了决心 你去学习一下 满个老爷子 对吧 满个老爷子这么大年纪 98岁 这个在青年一季度的时候 这刀下去也够写入自转的 它这刀真的是够写入自转的 太厉害了 对